Hello,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从今天起,苏苏将为您带来金刚狼系列 看看一个变种人怎样在数不清的背叛和欺骗中成为超级英雄的 第一步开始,1845年的一个夜晚 在加拿大某座大宅中 卧床养病的男孩罗根忽然听到楼下大厅传来争吵声 片刻后,又传来一声枪响 罗根大惊失色,赶紧跑下楼 结果看到父亲倒在地上的血泊中 开枪的是原定奥利 他一手提着猎枪,一手紧紧抓住罗根的母亲 罗根迅速跑到父亲身边 可是父亲只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停止了呼吸 看到父亲就死在自己面前 罗根悲愤无比,发出一声激烈的怒吼 与此同时,他的手背上竟然长出骨爪 下一秒,他猛冲向原定奥利 用骨爪狠狠刺穿对方胸腹 身受致命伤的奥利,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 我才是你的父亲 说完就闭眼死去 罗根无比震惊,扭头看向母亲 见母亲没有否认奥利死前所说到 罗根这才知道自己竟然是奥利与母亲所生 而他居然杀死了亲生父亲 年幼的罗根无法承受这样残酷的事实 失魂落魄地跑进屋外林子 但没跑多远,就被原定儿子 刚才也在大厅中目睹惨剧的维克托追上 维克托抓住他的肩膀,凝视着他的双眼 一脸严肃地说,父亲终日酗酒闹事 他的死并不怪你,你是我的弟弟 我们今后要相互扶持 说完这番话,兄弟俩手拉手,在黑暗中奔向远方 维克托和罗根都是变种人 都具备强大的自愈能力,而且长生不老 在此后的很多年中,他们一直在军队中打拼 先后参加了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 虽然多次中枪,但兄弟俩都毫发无损 不过,变得越来越嗜血,越来越暴力 在越战中,他居然想强奸当地妇女 还一怒杀死阻拦自己的军官 维克托因此遭到部队追捕 罗根前去营救哥哥,结果同样落入重围 最终,寡不敌众的兄弟俩双双被捕 根据军法,二人被处以枪决 然而,无论被打了多少枪 他们也只是觉得身上有点痒 军方无奈之下,只好将他们先关起来 没多久,军方科学家威廉上校得知此事 随即找到维克托和罗根 邀请他们加入自己成立的特别小组 二人别无选择,只能点头答应 从此开始,在威廉的指挥下 执行各种秘密任务 一次,特别小组跟随威廉 来到尼日利亚某地 要公路一栋被黑帮占据的大厦 虽然黑帮分子很快发现他们 并且立即做出应对 但威廉的特别小组中,人人都是高手 其中还有几个具备超能力的变种人 以这样的阵容对付黑帮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手持双枪的特弓灵 用神准枪法,轻松解决外围守卫 力大无穷的变种人弗雷 一拳打进敌方坦克炮馆 炮弹被堵在炮馆里爆炸 坦克由此被炸毁 一行人随后进入大厦 乘坐电梯前往顶层 黑帮首领切换电源 令电梯停止 但特别小组中的变种人不来得力 能通过意念发电 使得电梯再度上行 顺利来到顶层 随着电梯门缓缓开启 在前方严阵一带的黑帮分子 向他们射出如雨点般的子弹 组员韦德一马当先 以不可思议的手速舞动双刀 将子弹一一弹飞 还干脆利落地杀死所有黑帮楼落 黑帮首领刚要把枪 组员约翰利用顺移能力 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将他制服 接着约翰拿起桌上的陨石碎片 问黑帮首领 这碎片是从哪得来的 对方老老实实地交代 是在一个小村庄找到的 威廉马上又带队员赶到村庄 从村长口中 问出更多陨石碎片所在位置后 他居然下令图村灭口 心地善良的罗根 无法忍受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 上前阻止 无奈姑母难知 他怒火中烧 让哥哥维克托和自己一起退出小组 但维克托选择留下 罗根只好独自离去 六年后 隐姓埋名的罗根 在加拿大洛基山脉 成了一名伐木工人 他和女友凯拉生活在山间小屋中 日子虽然平凡普通 但他觉得很幸福 美中不足的是 罗根几乎每晚都会梦到 昔日征战沙场时的惨烈景象 然后喘着粗气 从噩梦中惊醒 一天 罗根正在工作 威廉上校忽然带着特工灵 出现在他面前 告诉他 他的老战友韦德和布莱德利 最近先后被人杀害 显然有人在猎杀特别小组的组员们 威廉希望罗根帮助自己找出凶手 罗根在得知老队友的噩耗后 第一反应是 询问哥哥维克托的情况 听到维克托没有遇害 他松了口气 然后拒绝了威廉 因为他不想再跟冷酷无情的威廉合作 第二天一早 罗根照旧去伐木 尤友凯拉开车在山间公路行驶时 早已和罗根分道扬镳的维克托 突然出现在前方挡住去路 凯拉健壮露出复杂的眼神 并把车停下 维克托走过去 亮出有如虎爪般的锐利指甲 用力划车前盖 同一时刻 罗根发现树上有抓痕 他认出是哥哥的指甲留下的 心中立即生出不祥预感 罗根担忧女友安危 赶紧跑到公路上 看到空无一人的车子 和车前盖上的划痕 他大惊失色 跑进旁边林子寻找女友 没多久 他发现凯拉躺在地上 心跳已经停止 罗根万万没想到 多年不见的哥哥 居然杀死自己的女友 他把凯拉抱在怀里 仰天怒吼 接下来 罗根去附近找维克托报仇 在一家酒吧里 他见到了久违的哥哥 罗根眼中射出充满仇恨的目光 问哥哥 为什么杀死凯拉 维克托笑着说 你不跟我联系 我只有用这种方式引起你注意 罗根悲愤至极 嚎叫着冲过去 跟哥哥打成一团 但他不是维克托的对手 很快被打晕 要想杀死具备自愈能力的变种人 只能砍下他们的头颅 不过 维克托并没有这么对付弟弟 而是转身离开 罗根被人送往医院 他很快醒来 二话不说就冲出病房 随即在走廊内 遇到来找自己的威廉 威廉说 维克托因为在执行任务时 经常有出格行为 被自己赶走 临走时 他说要报复特别小祖 杀死布莱德利和韦德的凶手 一定就是他 只要你能忍受痛苦 我就能帮你打败维克托 复仇心切的罗根没有多想 立刻跟威廉前往秘密基地 到了基地 威廉说 利用当年找到的陨石碎片 制造出一种艾德曼合金 注入罗根体内后 他会拥有钢爪和铜皮铁骨 威廉还拿出 罗根当初礼队时 留下的身份名牌交还给他 罗根忽然想起 凯拉曾给自己讲过 金刚狼与爱人分离的 凄美爱情故事 于是让威廉 在名牌背面刻上金刚狼 因为他觉得 自己就是不能再见爱人的金刚狼 接着 罗根躺到手术台上 医护人员绑上他的手脚 然后开始注入爱德曼合金 随着合金注入 罗根感觉到巨大的疼痛 他咬牙强韧 威廉则在一旁紧张地观看 不知罗根能否冲得住 过了一会儿 罗根显得异常平静 像死过去一样 而观测仪器显示 他的心跳已经归零 威廉呆呆地看着观测仪器 期盼奇迹地出现 突然 罗根的心跳出现波动 他火过来了 眼看手术成功 威廉机动万分 片刻后 他告诉特工灵 消除罗根的记忆 再把他带到岛上 提取他的DNA 制造11号武器 那承想 罗根刚好在此时醒来 听到这番话 他明白受到了欺骗 威廉并不想帮自己报仇 只是想把自己打造成武器 再抹掉记忆听他拆遣 同时 还要用他的DNA 制造别的武器 罗根勃然大怒 立即挣脱束缚 拿起名牌 赤身裸体地往外冲 注入合金后 他实力大增 手上的骨爪 变成杀伤力极强的钢爪 凭借这一对钢爪 他大开杀戒 在杀死众多警卫后 罗根成功逃出基地 罗根跑到距离基地很远的地方 躲进一个骨仓 骨仓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 罗根说 自己被坏人拘禁 好不容易逃出来 两位老人信以为真 为他提供衣服 食物 还让他住在骨仓 此日清晨 二老来给罗根送饭 突然 枪声连续响起 两位老人相继重枪死去 原来 威廉的亲信 特弓林 带人找到这里 发现了罗根的踪迹 特弓林坐在直升机里 让手下轰炸骨仓 危机关头 罗根及时骑上骨仓里的摩托 逃进林子 直升机警觉不舍 不停扫射 当罗根逃到公路上时 特弓林又指挥一辆装甲车 跟直升机前后夹击他 罗根反应其快 立即跳上装甲车 心狠手拉的特弓林 毫不犹豫 马上对装甲车发射炮弹 装甲车中弹起火 并在空中反滚 罗根趁机跃起 扑向在低空盘旋的直升机 用钢爪切断机翼 再拔住机身 直升机瞬间失控 向地面急速坠落 罗根瞅准时机 跳到地面 直升机则落地坠毁 特弓林也葬身活害 摆脱追杀后 罗根找到跟自己关系亲密的老队友约翰 让他帮忙找到维克托 约翰便带他去见另一名队友 跟维克托关系不错的弗雷 结果知道了汉人听闻的真相 弗雷说 威廉在一座小岛设置了研究变种人的基地 让组员们为他抓来各种变种人 威廉提取这些具备不同超能力的变种人基因 再将基因注入同一人体内 被注入者就会集各种超能力于一身 而这个人 就是威廉所说的11号武器 后来 组员们相继退出 只剩下维克托 还在帮威廉到处抓捕变种人 罗根听后先是一愣 进而大怒 他恍然大悟 是威廉指示维克托杀死凯拉的 目的就是让自己在复仇心理的驱使下 心甘情愿地接受爱德曼合金注射 罗根要去找威廉和维克托报仇 就问弗雷小岛在哪 弗雷说不清楚 只知道有一个名叫雷米的变种人 曾经从那里逃出来 接着 罗根根据弗雷的信息 在赌场找到雷米 他坐下跟雷米谈 约翰则守在后门 防止雷米逃走 那丞相 维克托突然出现在约翰面前 要杀他 约翰使用瞬移能力攻击维克托 可是维克托太了解他的战斗方式了 准确预判出他的位置 将约翰杀死 赌场内 雷米看到罗根身上的名牌 说当初抓我上岛的人 也带着这种名牌 话音刚落 他马上施展超能力 扔出的普克牌触到罗根身体后 发出震波 将他震到街上 罗根迅速起身 随即发现不远处约翰的尸体 以及刚刚从约翰身上 提取完血液的哥哥维克托 再一次见到哥哥 罗根胸中恨以喷波而出 怒吼着发起攻击 这一次 面对身体得到加强的弟弟 维克托不再是他的对手 被打倒在地 就在这时 雷米突然赶来追击罗根 维克托趁机逃走 罗根经过一番打斗 制服雷米 并对他说 我要去囚禁你的小岛 杀死岛上那些折磨你的人 雷米终于相信 罗根势敌非诱 开飞机带他到小岛附近海域上空 罗根跳进海里 再潜入岛上基地 发现很多变种人被关在笼子里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看到 正在给11号武器 注射新变种基因的威廉 威廉见他来了 也不慌张 镇定自若地说 我把11号武器称为死士 他将是变种人的克星 就在这时 罗根惊恶地发现 已死的凯拉出现在屋里 威廉冷冷地说 凯拉也是变种人 是我安排到你身边的 维克托没有杀他 只是为他注射了 能让心跳暂时停止的夹死药物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让你产生复仇心理 罗根怎么也想不到 清心爱慕的女人 居然一直在欺骗自己 他心如刀脚 含着泪对凯拉说 我以为我是你的金刚狼 原来我只不过是个被耍的笨蛋 说完转身就走 凯拉此时眼中也浅满了泪水 因为他早已对罗根动了真情 只是由于同样是变种人的妹妹 被关在岛上 他被逼无奈 才帮威廉骗罗根 想以此换取妹妹的自由 然而 罗根走后 威廉竟然变卦 拒绝放了凯拉的妹妹 与此同时 维克托出现 主动要求注射爱德曼合金 以便能与弟弟抗衡 威廉回复道 我分析过你的身体 你注入爱德曼合金 会立即死去 维克托满腔郁闷 无处释放 竟然迁怒于凯拉 单手掐住他脖子 将他举到空中 凯拉大声惨叫后 还没走远的罗根听到后 马上返回 跟维克托打起来 兄弟俩从实验室 打进另一个房间 而罗根又一次成为赢家 他按住维克托 正要下杀手 凯拉忽然赶来说 罗根 你虽然被改造 但不是真正的野兽 因为你是个好人 罗根听后犹豫片刻 终于放过哥哥 只是将维克托打婚 凯拉则请真意切地对他说 我对你是真心的 只是妹妹被关在这里 被迫骗你 听了这番话 罗根感觉到凯拉的真诚 于是带他去救人 罗根打开一个个球楼 放出被囚禁的变种人 凯拉姐妹也终于重逢 不过 就在众人急冲冲往外逃时 威廉使出了杀手键 他放出强大的11号武器死士 前来杜劫 罗根让凯拉带着大家另寻出路 自己留下对付死士 与此同时 他还认出 所谓的11号武器 竟然就是昔日队友韦德 只是 如今的韦德 失去所有记忆 根本不认识他 凯拉等人没跑多远 就遇到守卫杜劫 凯拉妹妹变身钻石形态 冲到最前面 挡住守卫射来的子弹 他身后的年轻男子 则摘下眼罩 从眼中射出激光 杀死懒路的守卫 不过 凯拉不慎在这一过程中中中弹 他没有告诉妹妹 而是让妹妹带大家继续逃 决定自己回去找罗根 罗根此时已经和死士 打到了一栋建筑顶部 由于对手具备多种超能力 既能自愈也能顺移 罗根只有挨打的份 危机时刻 维克托忽然杀到 跟弟弟相互照应 一起对付死士 接着 死士又施展其他超能力 从眼中射出激光 还好罗根的钢爪能抵御激光 片刻后 罗根趁死士分神对付哥哥 猛地从他身后跃起 用钢爪 砍断猝不及防的死士头颅 再将他一脚踢下去 不过 死士射出的激光 也摧毁了他们所在建筑的承重柱 见建筑开始崩塌 维克托迅速离去 罗根反应伤慢 落地后 眼看就要被掉落的石板砸到 就在这时 雷米及时赶到 砸碎石板把他救下 原来 雷米送罗根上岛后 放心不下 于是回来查看情况 罗根告诉雷米 变种人正在往外逃 让他过去帮忙 自己则走到刚刚返回的凯拉身边 凯拉看着他 深情地说 我爱你 便跟罗根拥吻 片刻后 罗根发现凯拉身中枪伤 赶紧抱起他 准备去跟雷米等人会合 那丞相 刚走了几步 枪声响起 罗根背部中枪 跟凯拉一起倒在地上 开枪的正是威廉 罗根起身扑向威廉 但又被对方一枪击中眉心 昏迷过去 威廉随后走到凯拉身边 想杀他 但凯拉具备通过触碰 控制对方行为的能力 他轻触威廉腿部 让威廉将枪口抵住自己下巴 不过 凯拉终究是个善良的人 不忍心杀人 他没有让威廉扣下扳机 只是让他转身 一直向前走 走到双脚流血为止 在凯拉的控制下 威廉像行尸走肉一样 走向远方 另一边 一架直升机忽然落在凯拉妹妹等变种人面前 来自变种人学校的X教授走下飞机 通过感应能力 用意识与众人对话 然后将他们带回学校庇护 雷米见他们上了飞机 露出欣慰的笑容 随后去找罗根 罗根此时已经醒来 然而 他是被威廉用超合金子弹射中的 虽然性命无忧 却失去了全部记忆 不但不认识雷米 甚至看到 已经因失血过多死去的凯拉 也认不出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 雷米无计可施 只好独自离去 罗根此带着 挟着他的姓名和金刚狼的名牌 一脸茫然地向反方向走去 此刻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更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影片结束 金刚狼在日本身陷重大危机 他要怎样做才能全身而退呢 下一期金刚狼2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